目前我們的疫苗預約接種上面 在高端疫苗的部分 我希望部長陳志的奉勸您 在上面加上一個國人的 預防接種的選項的注意事項 也就是他今天選擇高端疫苗 目前國家的這些出入境的許可 你不要 我們好像有點在欺騙國人 他進去選了高端疫苗之後 結果他後面遇到這個問題 還要去重新再施打其他的疫苗 而且現在安全性也還沒有經過實驗的認可 所以可不可以請部長回去思考一下 我們在接種的網站上面 提醒一下這些未來可能有出國需求的民眾 儘量他可以做一個選擇 這個是給您的奉勸 我想首先先跟您關心一下 其實我11月3號的時候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您也特別提到 目前國內針對高端混打的實驗結果 還需要3到4個月 還沒有完成 而且我記得當時您在立法院跟我保證說 雖然說有出國的需求 但是您一定會保證這個實驗完成 要確認安全性之後 才會開始做高端的混打的開放 但是很遺憾的是已經開放混打的 今天有提到有18個民眾 是已經混打完 就是包含像是AZ或莫德納這個疫苗 那我這邊想請教您第一件事情 就我們今天看到您在今天送來立法院的報告裡面 其實已經有兩個段落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這些安全性的研究人在進行當中 而且目前是沒有安全性的臨床試驗或研究的實證 我想這邊先請教您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高端沒有臨床試驗去做混打 那你就神速的開放了 這跟您11月3號 就是承諾我的這個安全性的保證 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 第二個我們看到說其他的這個國際的疫苗 包括像比如說我們最早在6月的時候 加拿大開放的AZ去混打BNT或莫德納 我們晚了5個月的時間 終於在最近的第15輪才開放混打 想請教一下有臨床試驗的我們到現在經過了半年之後 我們終於開放了混打 結果今天沒有臨床試驗的你神速的開放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您的醫學專業是引起這樣的事情發生嗎 第一個相關的在國內做這個混打的 我們是在看它的效力是不是有增強 那是因應比較大規模的施打 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做人體試驗 那我現在才開放了混打 一方面當然是疫苗的到貨的一個時間的安排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現在的實驗有情況出來 它畢竟這樣混打看起來是利大於弊 所以我們就開放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你高端其實根本沒有實驗做完 那高端這我們並不是要做這種大規模的混打 我們到高端本身的效力高端本身兩劑 它中的抗體一個月內不會退 它是有效的 那但是呢因應國外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入境的要求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變通的方式 但是您上11月上後才跟我說安全是最重要的 安全當然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我們現在問你的問題是說 既然安全的臨床試驗並沒有完成嗎 這你完全沒有一個實驗 還是你可以告訴我說已經有實驗可以證明了嗎 這部分的安全當然是由HIP的委員來給我們做建議 那單獨的疫苗的安全性都已經有它各別的安全性 沒有任何一家就是因為我看了你的報告其實我也很莫名其妙啊 你第一段就寫到說這種次單位的蛋白 其實並沒有國外沒有任何一個疫苗是次單位蛋白質去混 其他的這種mRNA的疫苗嘛 那所以你現在的疫苗專家委員會上面是同意你去做這樣的混打嗎 我剛剛不太認同你講說小規模或者大規模 小規模也是人啊 現在有77萬人欸 比如我們來舉例就是說 那個沒有說全部都要去追加 不是全部都要去 但是他們也是生命啊 他們也是生命啊 那你今天又講到在立法院說什麼你不會負責 你會就是交由疫苗的倫理 就是我們講說那個接種的那個藥害受寄的那個委員會 就是藥害救濟委員會 但是你現在就是藥害救濟委員會 我們之前也質詢過他的效率非常的差 效率正在改進中 那專家還是要尊重一定的時間去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所以沒有臨床試驗的卻可以這樣子神速的開放 有臨床試驗的卻要這樣子評估的這麼慢 沒有 那是為了要一個大規模 然後看他的效率是不是有提升來做的一個實驗 而我們這一次這個追加 並沒有要求他的效率要提升 我們不是在講效率 我們講的是安全 對 我們只要安全 所以在學理上的安全是可以被接受 我覺得他們流感的疫苗 它也是次單位疫苗 後面會打BNT 打莫德納 我們就相隔一個禮拜 學理上的安全可以接受 是委員會告訴你的嗎 對 但是學理上的安全 現在目前全球沒有一個國家 或者沒有一個案例是這樣打的 我們可以說我們全國的18位民眾應該算是全球首帥 有看過就是英國 英國在國外打市單位疫苗 回到國內 他們是允許他們打MIA疫苗 我覺得是這樣子 第一個齁 我今天看到這個局面其實我滿生氣 是因為我們在五六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的在野黨的委員們 大家都一直不停的提醒 為什麼今天我們用免疫橋接方式 我們今天二期還沒有解盲完成 你就已經匆匆忙忙的下定 那這引發我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現在看到 我跟委員也報告 我們所有的疫苗的購買 都是在這個臨床失業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沒有啊 你當時二期的解盲 高端二期解盲是六月十號嘛 所以你五月二十八號就採購啦 就簽約採購啦 所以你是在二期解盲還沒完成之前就採購啦 我們現在監察我們在密密跟大家報告 在BNT的時候我們本來要採購也是他還沒有被 所謂的EUA的時候 人家二期解盲嗎 他是已經進到三期了 下一個問題是要問你說 我們在十一月中的時候 最新的報告是告訴我們說 目前高端的疫苗已放行的劑量是371萬劑 那目前是已經有141萬劑已經施打 我先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先暫停交貨 沒有 我們現在都已經交的差不多了 沒有 你現在告訴我是371萬 你買500萬這樣子應該還有將近130萬 那在檢驗封籤中 所以我們一定要收 已經收了 還沒有驗收 已經收了 只是你還沒有更新到上面是嗎 這11月14號更新的 所以你是在這幾天才做的事嗎 現在正在檢驗中 所以我們500萬劑都收了 所以你在這段時間裡又收了130萬劑 所以我們當初在合約的要求希望能夠快速 那我覺得你部長真的超奇怪的 這是現在目前你進來的東西 那現在看起來國人的打氣也不好 然後你現在我問你啊 那你現在如果買進來之後 你現在沒有人要打會過期 那會過期你捐助國外國外又沒有EUA 那你要做國人的加強針 你今天也自己說啦 加強針可能要半年以後才會加強 那你這130萬劑 你用收進來到底要做什麼啊 擺在家裡嗎 這個預算要40億耶 我們40億採購高科疫苗預算耶 未來其實有很多的疫苗 都會面臨這樣的情況 我原相對這個數目很清楚 你算就知道我們今年總共購買的數量 找過超過我們150%的涵蓋 你說其他疫苗我覺得國際認證疫苗 你現在說要去捐助國外 我覺得一定都找得到國家來捐助 可是你現在高端疫苗要去國外 那也不一定 不是至少比高端沒有 其他國家沒有EUA來榮榮疫吧 對 所以你今天我現在問你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你現在跟我講500萬劑都收了嘛 那你現在高端疫苗就像你剛剛講的 好未來還是有用途 請問你用途規劃是什麼 對當然一個國內有需要 那國會繼續用 那另外在國外有需要我們國外捐贈 那委員真的跟委員報告 國外這些疫苗不會比國內疫苗更容易捐 雖然他有獲得WHO的認可 可是問題是廠商不讓你捐 真的很多的需要去溝通的 我們看到像比如說美國賀錦麗總統 副總統他其實到國外去的時候 他外交他就可以帶著100萬的BNT 當做一個半收利嘛 我覺得我們不用討論這個 我只是確定你的高端的部分 我們確定高端部分就好好不好 全部收案完畢全部都弄完 那疫情越嚴重就會越快 是那你有沒有預設一個時間點 因為這500萬如果你收了 第一劑就有可能 我現在看到你的到期 因為不是我在做的啦 我只能說救援就是說 大概一般設的Endpoint 大概都100個到200個染疫者 那如果當地的疫情越嚴重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越早可以達到 好 因為我現在看到你在疾管署上的 那比例有消息要看本來是50 我們現在疾管署網站上面的到期日 目前我看到都是到5月嘛 所以你意思是5月前 你可以讓其他國家有通過EUA 是這樣的意思嗎 透過你三期做一半的數字 那不是我在操作 我是以我這頓疫苗的了解 你要負責任的說 你預計這個疫苗你要怎麼用 因為我告訴你高端疫苗 花了我們40億的採購率上 我的運動員有報告過嗎 能夠用就用 那另外我們有急急尋找 他可能可以捐贈可以援助的地方 好 最後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一下 目前我們的疫苗預約接種上面 在高端疫苗的部分 我希望部長陳志的奉勸您 在上面加上一個國人的 預防接種的選項的注意事項 也就是他今天選擇高端疫苗 目前國家的這些出入境的許可 你不要因為他 我們好像有點在欺騙國人 他進去選了高端疫苗之後 結果他後面遇到這個問題 還要去重新再施打其他的疫苗 而且現在安全性也還沒有經過 實驗的認可 所以可不可以請部長回去思考一下 我們在接種的網站上面 提醒一下這些未來 可能有出國需求的民眾 盡量他可以做一個選擇 這個是給您的奉勸啦 您不用特別 現在回答沒關係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我們來拍照 也來拍照